在荧幕上 罗靖演过不少霸气冷酷的角色 再加上他刚毅的长相 常常会让人误以为是很难让人亲近 但其实私底下的他 其实跟荧幕的形象是反差非常大的 没有一点高高在上的架子 而且还特别暖心 结束专访 罗靖跟其他耐心等待工作人员 调试机器的艺人不同 而是反客为主 撸起袖子 帮着摄像大哥一起加灯光 第一次见他被采访的对象 主动帮忙挑试灯光 就连记者都感觉到有点受宠若惊了 在片场排泄多年 罗靖其实早就对各类工种的工作方式 了然于心 而他这一身炫酷的打灯技能 也属于无师自通 我就看就会啊 怎么这么聪明 都一样 其实你要知道 就是有很多灯光 包括厂物 那有些有天图的 那真的看别人演戏 看个眼影 基本上自己也可以 我会是个很好的厂物 2017年的开年星座 罗靖带着这部悬疑犯罪题材的电视剧 真爱的谎言之破冰者 跟大家见面了 在剧中罗靖 华靖均探了一个隐藏身份深入敌学的基督特警 国内已经有很长时间很少出现这一类卧底基督题材的戏了 当我为了这个戏去看了大量的纪录片和电影电视剧之后 我真的体会到了毒品对于一个国家和人类来说 他的危害有多么的大 罗靖坦言除了对故事和人物感兴趣之外 这部电视剧除恶扬善的主题 才是真正吸引到自己截下篇约的原因 我可以通过我作为一个演员的身份 去演一个这样的角色 演一部这样的戏 我觉得是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的 这是非常吸引我的地方 极其有想法 生活当中的罗靖同样也是一个有心人 尽管演员的工作性质特殊 常常忙得不着家 但对于所爱的人 罗靖还是会尽自己最大的可能的陪伴对方 就是陪伴 但是陪伴不仅仅是单独意义上的说 我们俩天天在一起 首先那时候那就是陪伴 不是 有的人可能天天在一起 那也不是陪伴 最主要的是能够想对方所想 去做一些对方需要的事情 哪怕在最关键的时候有一个电话 我觉得这也是陪伴 有了陪伴的厦门独家采访他